不知道 听不懂 听不懂 是吧 就是他语言不同 然后不经常出门 别人看见了 你帮我向他笑一笑 你自己想要女儿 想要儿子 想要儿子吧 他想要女儿 对 想要你宝贝 爸妈想要什么 叔叔你想要什么 傻子 傻子 最近 25岁的中国农村小伙陈萱萱 迎娶了一位乌克兰美女阿廖娜 这件事立刻在当地引起热议 夫妻俩一时间成了红人 两人不仅在国籍 肤色等方面大不相同 在家境和文化水平上也有很大差距 陈萱萱来自河南平顶山的农村 家境一般 阿廖娜出生于乌克兰的富裕家庭 陈萱萱是小学文化 而阿廖娜则是博士生 有着巨大差异的两人是如何走到一起的 他们的生活又会遇到哪些难题呢 本期真情调研为您讲述这段跨国婚姻背后的故事 我们来到了陈萱萱居住的村子 刚走到村口 就听到附近村民议论纷纷 人们一致夸赞乌克兰女孩 阿廖娜是个大美女 那么 这位一国美女究竟是什么模样呢 在一间平房里 我们见到了这对夫妻 眼前这位金发碧眼 身材高挑的女孩 就是23岁的阿廖娜 陈萱萱陪在一旁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两人已经登记结婚 不久后就会举办婚礼 陈萱萱感叹自己就像在做梦一样 不敢相信这眼前的一切都是真的 她的亲朋好友也对此感到不可思议 多夸陈萱萱走了好运 然而 外人羡慕的一国恋 其实面临着诸多难题 首先就是语言交流存在障碍 由于陈萱萱既不会英语 也不会乌克兰语 所以阿廖娜开始学汉语 目前已经会一些简单的口语 她还夸赞陈萱萱是个好丈夫 这让朴实的陈萱萱 笑得合不拢嘴 高兴之余 分享了妻子已经怀孕两月的喜事 同时 她还主动带我们参观婚房 为了让妻子住得舒心 陈萱萱把婚房布局改成了欧式风格 厨房和卫生间设置了两套 买了全新的浴缸 同时还将原本狭窄的窗户扩大 陈萱萱的父母对这个儿媳很喜欢 初见阿廖娜时 他们也感到很惊讶 其貌不扬的陈萱萱 和端庄貌美的阿廖娜 是如何相恋的呢 陈萱萱介绍称 她只有小学文化 后来拜师学会了魔术 成了一个魔术师 一次在北京一家酒吧表演完节目后 阿廖娜来到后台主动和她打招呼 语言不通的两人 靠着翻译软件成了朋友 阿廖娜家境优渥 家中有汽车和洋房 她还是是飞机导航系统专业的博士 毕业后来中国做了平面模特 通过这次偶然的相识 两人一见钟情 陈萱萱真诚朴实 阿廖娜善良大方 他们很快确立了恋爱关系 由于阿廖娜在中国的工作签证只有一个月 为了能够长期在一起 两人在相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 就领了结婚证 一起生活后 阿廖娜深刻地影响着陈萱萱的生活方式 她成功帮丈夫戒了烟 还让她多听英文歌曲学习英语 开车过马路时给老人让路 这些习惯都让陈萱萱变得越来越好 阿廖娜善解人意 她知道丈夫的家境不好 所以在购买结婚用的家具时 直接挑了一家装修一般的店铺 看到标价只有上一家店的一半时 阿廖娜动心了 同时还表示要和老板砍价 老板一眼就认出了这个当地的名人 他大方地优惠了几百块 阿廖娜高兴地像个孩子一般 买下了这家店里最便宜的家具 旁边站着的陈萱萱却面露难色 内心五味杂陈 原来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 夫妻俩时常为了阿廖娜的签证而奔走 他们都无法正常工作 收入来源是零 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准备婚礼也花光了积蓄 阿廖娜又突然怀孕 预示着胎支会越来越多 这让年轻的陈萱萱感到压力山大 他原本打算办完婚礼后再要孩子 如今有些错不及防 除了经济上的困难 阿廖娜在来到中国后 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由于人生地不熟 他很少外出 总是宅在家里 这让性格开朗的他感到非常孤独 再加上语言不通 他只能每天和远在乌克兰的母亲视频通话 以此排解内心的苦闷 同时怀孕后的阿廖娜遭遇了更大的考验 最明显的就是饮食不适 乌克兰人的主食是水稻和面粉 会用简单的方式把瓜果蔬菜做成沙拉 口味以清淡甜酸为主 而河南地区讲究的是五味调和 炒菜时通常会放葱姜蒜等调味品 阿廖娜不喜欢这些调味品的气味 怀孕后更是闻都闻不得 阿廖娜吃不惯中国的饮食 而公公婆婆也不喜欢她做的水果沙拉 所以吃饭时她们总是个吃个的 阿廖娜端起鸡蛋面 只吃了两口就吃不下了 她自己做的水果沙拉也剩了一大盘 陈萱萱是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以前妻子对食物没那么挑剔 没想到怀孕后会出现这么大的不适应 她既担心妻子的身体吃不消 又担忧孩子的发育受到不良影响 对于这些一想不到的难题 夫妻俩该怎样面对和解决呢 为了逗妻子开心 陈萱萱亮出了自己的拿手好戏 变着反的表演魔术 阿廖娜每次都乐得嘴角上扬 尽管生活中困难重重 但夫妻二人的感情却愈发深厚 两人在无名纸上纹着彼此的名字 承诺相守一生 看似甜蜜的婚姻 在刚开始其实遭到过阿廖娜家人的强烈反对 在得知女儿要留在中国生活时 阿廖娜的父母曾多次打电话催促她回去 不同意女儿和陈萱萱的婚事 阿廖娜性格独立 做事有自己的主见 她明白陈萱萱对自己的好 所以不顾父母的反对 和陈萱萱领了证 渐渐的 阿廖娜的父母也接纳了这个阳光开朗的女婿 并在今年七月份的时候 在乌克兰为他们举行了幸福的婚礼 你感觉很丰富吗? 我的丈夫不是丰富 不是 OK 她不会给我丰富 为什么这个不是问题 我不是爸爸 不是实力 我不是丰富 我是女人 妈的天下这个不是问题 天下有明天下有 为什么 这些东西 我们不是老了人 对 我们会工作 嫁到河南后 阿廖娜过着朴素的农村生活 没有大房子 为了节约开支省吃俭用 丈夫也不懂得浪漫 可她依然对目前的现状感到很满意 没有钱 可以挣 重要的是两人能够快乐的一起生活 阿廖娜努力的适应着一国的生活 情况似乎变得越来越好 可是巨大的经济压力仍然摆在陈萱萱的面前 面对妻子腹中突如其来的孩子 她会做何打算呢 陈萱萱没有明说自己内心的想法 而是带我们去了一个地方 这是她家的十六元 一年多的时间没有经济来源 家里今年的收入全靠她了 我去年到现在一年一整年 基本上都是为我妻子签证了 什么来回跑就没时间工作 这些亲戚啊 这些朋友都借了十来万了 已经借了十来万了 对啊 马上要结婚 结完婚又马上宝宝又出来了 我感觉压力好大 陈萱萱坦怒心扉 她渴望做一名合格的父亲 靠勤劳的双手努力挣钱养家 给妻儿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 对她来说 想要安心地出去工作 必须先要把妻子 在中国的居留许可证办下来 第二天一大早 陈萱萱便开车带着阿廖娜 来到了当地出入境接待大厅 前前后后忙活了一年 终于把具有一年时效的居留许可证 办理了下来 一年了 办了一年就结束了 就拿这个了 为了拿这个 对对对 接下来的一年里 陈萱萱可以放心地出门工作 不必再像以前那样 隔三差五地办理签证 走出大厅后 夫妻俩喜笑颜开 一起憧憬着未来美好的生活 刚开始看到河南农村小伙 迎娶乌克兰美女这则新闻的时候 就连我们都感到诧异 可当她和这对夫妻相处一段时间 了解了他们的爱情故事后 又觉得两人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陈萱萱真诚质朴 有责任和担当 阿廖娜富有爱心 善解人意 为了让对方的生活感到舒适 他们默默地改变自己 努力地学会包容 相似的三观和性格 彼此真心地付出 成就了这段幸福美满的跨骨婚姻 陈萱萱和阿廖娜之间 真诚的爱情故事令人动容 从相知相爱到 步入婚姻的殿堂 一路走来 他们打破世俗 携手共进 克服重重困难 用两颗真心守护着对方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两人的爱情会更加牢固 生活也会更加美好 大家看好他们的爱情吗 欢迎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观看